我們來看一下111頁的第6題 一鏡用1 2匙的醋和2 2匙的橄欖油做沙拉醬 醋和橄欖油的筆要怎麼記呢 好 我們首先呢 一樣 我們應該要寫上醋筆橄欖油 為了方便期限呢 老師呢只寫醋筆油 你們不能圖這個方便 醋筆油是1 2分之1 筆上2 3分之2 但是我們筆的時候我們不喜歡有分數或小數 我們喜歡把它畫成整數 各位同學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要把它畫成整數 就是要使用同乘一個數的概念 了解意思嗎 也就是所謂的通分的概念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必須讓它變成同乘一個數 同乘一個數呢 前面這個呢 應該就乘以對方的分母3 所以就變成 2乘3 1乘3 比上 然後這邊呢 是什麼 3乘2 比上2 乘2 對於同一個數自己來講 分母跟分子呢 同乘一個數 其實不會改變 對不對 好 所以出來的結果就會變成 6分之3 比上 6 分之4 對不對 然後再消去同分母 就變成 3 比4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技巧要會喔 好不好 所以它最簡單整數比是多少 3 比4 所以你的解法就要寫3 比4 那你要檢查3比4有沒有最簡單整數比 有吧 為什麼 因為3是直數 這樣了解嗎 好 3是直數 而且4不是3的倍數 所以可以成為最簡單整數比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這一題呢 不管是第一個問號 還是第二個問號 我們應該都計為3比4 有沒有問題